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倾诉人上场 有请 依凡和婷婷 你是想让他再给你一次机会 咱俩重新开始是吧 对 出什么状况了 有一次有个男的莫名其妙加我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停地加我 结果从他朋友口中得知 虽然是他男朋友夹我的 然后还不停地就是数落我 说我的各种不好 还说什么挺一个以前 他多么美好的事情 然后刺激我 希望我跟他挺一分手 然后找他们在一起的目的 这件事我跟你解释过 我没有见过他 你的微信不是我给的 他是从我朋友那里得到的 至于我跟你吵架 你为什么要摔东西呢 那我当时也不是很生气吗 很生气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有陪过我吗 你总是说工作工作 那我工作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家吗 这个家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就跟那些女模 搂搂抱抱拍照是吧 那也是我的工作性质 我也没办法 你拍照就拍照 为什么还来回家给我看 那你也不能把我的照片全删了 那是我第二天要留这些底片 给我的老板看的 你全部删了 你让我第二天怎么去 怎么跟我老板交代 我看着不爽我就得删 我跟你都没有那么亲密的合照 你都没有发过朋友圈 我是说不把你的亲密照发到朋友圈 我们只要我们在一起好的就可以吗 我觉得秀养养也会死得比较快吗 这好像成了一个定律了啊 然后 就是你觉得他很多事很任性是吧 对 就比如说吧 有一次我在外地拍摄 然后家里狗生病了 他让我从青岛赶回来 要坐八个小时高铁 还跟我说你不回来 我就要跟你分手 就我总是无力跟我运行呢 八个小时车怎么了 就算不是来看狗狗 你八个小时辆车 看我不行吗 平时已经没什么时间来看我了 我不是用我自己的工作吗 但是我当时在拍摄 不可能导演说没有停 我就可以走吧 至少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吧 那你本来平时就没有时间 狗狗生病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所措 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说一天差不多已经关门了 我想的人只有是你了 而你很敷衍 我在忙 我在工作 待会说好吗 那我确实没办法吗 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不可能把手机拿出来 让导演看到 他不要骂我 我觉得有时候 你真的是很过 比如说我们之间 除了家用的话 我还存了笔钱 但有时他生气 他把我的钱全部用完了 先刷爆了 方便的话 说说用了多少钱 用了五万块钱 买了两个包 你不是在乎那个钱吗 整天工作说钱 钱 我看你有多在乎钱 就要把那钱给用掉 这颗姑娘 你是觉得钱比我重要吗 不是说钱比你重要 只是这些给钱 我们说好去旅游的 那你没必要把这些钱 花在买包上面 还是你买一个就够了 你还买两个 旅游也得花钱 我也 我妈也得花钱 还不懂得这些花 花在我身上咋的 不是说这些能花在你身上 平时我们出去的时候 给你花钱 我什么时候也没有吝啬的 都是我主动给你花钱的 你就知道任性 我都发现她是不是真的爱我 是不是真的爱你自己 你一心自问一下 摸着你的良心问一下 来 摸着自己的良心 摸 你是有多嫌弃我 谁嫌弃谁啊这是 你身边的美女模特那么多 总是跟我说 这个美女身材多么多么好 什么的 多好啊 对吧 然后又多说你朋友 这个朋友是拿来拿国企的 这个朋友是拿来公务员 你不就嫌弃我吧 你总是嫌弃我这不好那不好 跟你出个门 你非得让我穿高跟鞋 嫌弃我矮 然后我穿高跟鞋出去 扭个脚你说 你说你自己非要穿高跟鞋出来的 不管我 我还想让你背一下我呢 你说大庭广众的下 不好意思吧 那不是很丢人吗 有多丢人 背这女朋友怎么啦 不是 最后我直接把高跟鞋丢了 我自己打四脚回家的 然后照个镜子吧 你说这么丑还照 又这么胖你又这么大 你总是嫌弃我这不好那不好的 姑娘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我有点害怕跟你说话 她完全撒刀子 往这边 嗖嗖嗖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做化妆美甲的 化妆美甲 对 自己经验一家小店 可以啊 好歹是自己的一个小尸体 另外你也要理解她 她是重庆女孩 你怎么知道 我听口音你是重庆人吧 对我是重庆人 重庆过来咋的啦 不 因为她来到主场了嘛 对啊 那又怎样 家乡人帮她嘛 我们怎么才能帮到你啊 她懵了她已经 没有 有时候我会怀疑她 是不是嫌弃我是个外地人 因为她是上海人嘛 然后我跟她认识两年多了 她没有介绍她的朋友给我认识过 她聚会从来不带上我的 我有时候问她 我有时候问她 是我怎么丑呢 还是你拿不出手啊 不是啊 就是因为我 因为我那个兄弟嘛 就会嘛 我说好的就是不带女朋友的 我就不信我跟你交往 这两年多 这两年 你兄弟都没有带过任何女朋友去参加 当然也有带了 只是偶尔啊 那你为什么带过去炫一下呢 如果你觉得她很值得你骄傲 我觉得她总是穿衣服 我就不怎么会打算自己嘛 然后我就觉得会 哦 诶 今天先评价一下 今天很好看 就好比有一次 我肚子饿了 非得拉着你陪我去吃宵夜 你呢 我说我穿睡衣跟拖鞋出去吧 那我就不出去吃了 我说那好吧 你非得让我穿上连衣裙 甚至高跟鞋 还会抬得花个妆 那我觉得这样出去 我有面子吗 有面子是吧 那我带你去见我朋友的时候 你给给我面子吗 直接酸脸色做在那 怎么 衣服了不起样子 那也不是嘛 你那帮朋友总是在那边 就是除了脚踩子就是喝酒 我这不爱玩这些东西嘛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和亲 你让她穿的那么正装 出发是去什么餐厅 吃野椒 大排档 去大排档干嘛要穿成那样 那我就觉得我出门的时候 我都会打扮自己嘛 我觉得她也需要打扮一下自己 你今天也是精心打扮了吗 我今天 是啊 我的天哪 你衬衫怎么那么皱啊 然后呢她的朋友 你她怎么不搭理她呢 她朋友老找我喝酒 因为我喝不了酒嘛 我跟她朋友也没法和群嘛 所以她就老老是觉得 我还不搭理她朋友 就是我觉得她的朋友就是 一个狐朋狗友嘛 就是 你有什么定义 是狐朋狗友呢 朋友就是朋友 好比你就不说我朋友吧 我跟你交往这两年 除了两年 你有带过我见过你的父母吗 不是说你丑 因为我觉得 我们之间是租房子住在一起的嘛 我觉得总是需要 希望我们有她自己的住房 不想我们努力一下 有自己的父房 然后之前父母 希望我们会有点 可以说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 结婚的目的嘛 那是什么时候才能在 在上海买的一起一套房呢 大概一两年内吧 你有存款吗 就那五万 那不是 那个还有我父母那边 还有我的存款 你还有多少钱吗 你大概有多少钱 大概一百万左右吧 买多大的呀 大概买个七八十平方左右的吧 七八十平方一百万 舒服首付不够吧 我们自己要 就起码三分之一吧 你要正一点嘛 你就是嫌弃我是个外地人 还买不起房子 她有什么事 姑娘你也消消气啊 重庆姑娘是大方得底的啊 她哪又强不起你了啊 我跟她在一起两年呢 她一直没带我去认识她朋友 她父母 甚至没有公开认识朋友圈 别人问 这是你女朋友啊 她只是笑了一下 就笑了一下 那我笑了一下就代表这是 这是啊 你曾经在两年时间里 有没有在某些场合 比如朋友当中啊 家人里面 有没有正面的跟他人 介绍过他的身份 还是比较少 基本上都没有 可能觉得他穿衣打扮的都不太好 觉得这要给朋友看啊 朋友会觉得很不好啊 你就是嫌弃我这不好那不好呗 你甚至对我的关系已经很少了 你知道吗 我未病的时候你说多喝点开水 我摔跤摔到膝盖了 你都说多喝点开水 你知道那天 我那天我没办法回你消失的 我因为我能在外地 你说你说摔伤了 我能我能够能够怎么样 怎么样跟你说 这样我问一下婷婷啊 在你认为两年时间里 你们是恋人关系是吧 好你认为恋人之间 应该有怎样的相处方式 逛街吃饭 然后介绍给朋友认识 然后过年的时候 起码带我回个家吧 这要求不算过分啊 对 不是娘家人我是怎么说啊 对 那你觉得他都满足了吗 或者有过这样的一些 生活经历吗 有就比如说他刚开始追我的时候 他再忙他都会抽时间 陪我吃饭看电影 接我下班 当时雨很大 他就算临时衣服 他都得过来接我下班 当初是这样啊 对 然后追到手他就不一样了 那你这么愤怒你走啊 你所表达的无非就是说 他不爱你不光爱你吗 你走呗 其他还是 会关上很多细节 他很细心的 这样说啊 那以我们要来追根素个缘 两个人在什么样的场合 他就认识了 是在朋友剧会上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 我那个时候朋友剧会上 一眼就看中他了 因为他坐在那个最角落的时候 很角落的里面 然后他唱歌非常好听 然后我当时就 他唱我很喜欢的那首歌 当时我就很开心的跟他合唱了 然后渐渐的我就坐在他旁边 然后聊了他微信 然后请他看了很多次电影 逛了很多次街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还是有点你追他的意思 对 当他开始认识的时候 他是很会打扮自己的 那个时候我身会病了 结果他还是过来给我熬粥 因为我那时候不能吃东西 已经胃亏了 东西也不能吃 吃什么吐什么 他在我家里面很照顾我 照顾了很久 当时我也很感动的 很开心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深深地爱上他了 实话是说他比你身边的那些模特儿来讲 从外形 从外形来说的话 那肯定没有我那些模特儿好了 只不过我觉得 人的美丽并不那么重要 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性格 大家性格要合 我觉得他很开朗 这点就是我很觉得 我能够站在 这么久的原因 因为我的家庭的话 从小就是那种 这种男性女 所以我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所以 我只希望你能多陪一下我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我的陪你就是 我整天在你身边 虽然我是工作 但我工作回来 我还是整天 会为你做饭 或者为你怎么样的 我抽我的时间 能够陪你的时间 我都陪你了我觉得 不代表陪你就是出去逛街吧 我觉得在家里面 做做饭 做做家务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幸福 我觉得 但是我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你没有把我接受给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认识 这种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知道吗 这有时候觉得 我到底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的女朋友 庭莉啊 我要告诉你 你一直是我的女朋友 你不是我的朋友 首先 我不会对朋友 这么看很大吗 把自己的存折 放在朋友那边吧 这样说一番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今天也不妨说个真心话 其实刚才姑娘的诉求 我也听得很明白 其实就一点 为什么你不把我带给你的朋友 包括你的家人去认识 介绍他们 这是我女朋友 你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场合 能不能说说看真心话 因为我有点自卑心嘛 虽然说我是 我在外面看起来很高 很高心让利的对吧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 我是做那个下属的 每次我的上司 都会以各种的理由去欺负我 就说你这个人 怎么那个做事情 这么这么蠢 这么笨啊 在那个时候 刚刚出社会嘛 就让他的那些 那些自卑心嘛 所以我在做事情的之前 就会考虑又考虑 很难做决定 嗯嗯 到底带 到底再还是不带 嗯嗯 所以我就是由于再三 我就错过了 带他的自己机会嘛 嗯 那如果通过今天这个节目 女孩子已经充分表达了 她的想法 未来 包括最近哈 你有没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比如说把它介绍给你的父母亲 让你父母亲知道 儿子已经恋爱了 并且是这样一个姑娘 我也不逼你 就是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有这种想法 确定 确定 我想我一定会带她去见我的父母 嗯 因为我觉得 见父母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既然你爸妈想 让你找个江志户的 你怎么不找一个江志户的 因为我本身对地域方面的要求 并没有这么要求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哪里的姑娘 只要是我喜欢的姑娘 就可以在一起 上海姑娘不那么好找吧 上海姑娘不那么好找吧 上海姑娘其实要求比较高了 也不是很好找 对 对啊 就凭你的条件 你找上海姑娘是挺难找的 即便找着了 外形条件也没这么好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 其实在我看来 你对她的确有感情 但你并不想娶她 你在等待时机 看 有没有可能 找到一个 如你所说的那种女孩 什么女孩呢 不一定是本地的 但是 她一定是场面上的 你懂我说的意思 什么叫场面上 戴得出手 时尚洋气 别人看上去跟你很匹配 给你脸上增光 说话绝不吐力吐气 甚至还会来两句英文 对吧 这种场面上的女生 是万万看不上你这种穷小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的天真活泼可爱 帅真就是你认为的吐气 突然之间就变得稀有了起来 所以你是很矛盾很挣扎 你喜欢她 她恰恰是喜欢她的直率 个性鲜明 这是那些场面上的女生没有的 但是这也恰恰是 你们那些同事 或者是周围的那些人 认为的吐气 所以我说有一种自卑是可以传染 其实你很自卑 但是你可以在她面前 把这种自卑消暑 可以找到一种自信 这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 就像如苏清老师所说 如果真要跟这个女生比起来 你除了有本地人的优势之外 你还有什么优势 我很讨厌有一种可以传染的自卑 比如说一个女生 没有一个包就不敢去上班 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包 就开始嘲笑那些没有包的人 你也是如此 你自己是自卑的 但是你明明知道这种自卑的痛苦 却又要给她一种自卑感 总而言之我觉得有一点可悲 其实也不是你完全的错 是一个氛围造成 如果身边的人都讲究场面上的东西 滑而不识的东西 而不讲究真实生活当中的 真情实义和家长里短的话 日子就会过成像你这样 倍纠结 又想跟纯真可爱的人在一起 又想希望她能够带得出去 但是 那也得看看你自己的条件 够不够格 所以你今天势必要给女生 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对于女生 不是所有的本地人都排挤外地人 那只是有一部分人而已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城市 都是靠外地人打造起来 而不是靠本地人 所以你不要以一个外地人 而感觉到自卑 我希望你一直能够保持你的这种 鲜明的性格 直率 破辣 重新妹子就是这点男人喜欢 但是切记别作 即便要作 也作给想看你作的男人作 而不是皱着眉头 嫌你作的人 好吧 好 谢谢师傅嘉宾